反复冒上凯道 但其实最近还出现了另一派的声音 就是民众组成的白色社会正义联盟 他们是以白衣为主 诉求国会应该要正常运作 329当天 他们台北车站结合走上街头 330他们不上凯道 希望占领立愿的民众 能够让一切恢复正常 皇国国会 皇正民主 穿着白色上衣还拿着国旗 站在台北出战前 他们是白色正义社会联盟 身为先生的我们 父母亲 母亲 他在跟我们 他在跟我们 就是我们当学生的本分 和穿着黑衣的太阳花学运 民众诉求不同 他们反对的是学生占领国会 太阳花学运展开自信 我们一如往常的上班上课 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国安的台湾 是因为我们和其他年轻人 我们在培养自己的竞争力 主张白色表示民主开了灯 联盟24号成立 29首都在台北车站聚集 就有超过3000位的民众参加 因此我们诉求国会到堂运作 学生回学上上课 让所有的一切恢复正常 白色联盟强调尊重 太阳花学运的理想以及报复 但是不认同他们的自由以及放纵 即使29号晚间与大道向道的 但是大家都不走 大声唱起了国歌 代表另一方的心声以及坚持 联盟24号成立